大巴车上,光子正准备给孩子喂奶 两名男乘客粗鲁地坐在了旁边 四只眼睛从未离开过光子 面对如此无理的流氓 孤儿寡母的他却没有丝毫办法 恰好阿伟看出了光子的难处 他故意露出腰间的配枪 好让两名混混知难而退 混混见状立马客气地离开 为了防止别的流氓前来继续骚扰 阿伟主动坐在了光子的旁边 光子正为自己遇到了好人而感到庆幸时日 发现检票员正在挨个检票 心情再次紧张了起来 因为他根本就没钱买票 无奈他只能向阿伟开口 阿伟听后慷慨地替光子购买了车票 并将自己的食物和水分给光子 再次得到阿伟的帮助 光子也因此放下了戒备 主动讲述起了自己的遭遇 十岁那年父亲不幸发生了车祸 母亲一承受不了打击 最终选择了上吊自杀 他和哥哥两人被隔壁阿姨受养 怎料阿姨也不是什么好人 为了减少开支 竟偷偷将哥哥卖给了人贩子 相反随着年龄的增长 姨父看向他的目光也发生了改变 经常趁阿姨不在家 对他动手斗角 事后阿姨反而认为是光子在不学好 诱惑了姨父 随即将他送到了城里打工 幸运的是几年过后 光子的哥哥找到了他 并将他带回了自己的住所 长大后的哥哥事业又成 同时还娶了一个漂亮的嫂嫂 嫂嫂对光子照顾有加 这也让光子感受到了家的感觉 然而事情并没有那么顺利 结婚多年的哥哥 至今没能生下一个孩子 为了达成愿望 两人只能夜夜加班 这样的日子 同样也苦了睡在隔壁的光子 每天晚上都是度日如年 这天光子再也按耐不住 悄悄爬了上去